誰怕漏水 地震過後台灣師範大學 男生宿舍五樓浴室 整個變成圍樓狀態 浴室洗手台整個坍塌 磁磚水槽水管 東倒西歪散落一地 消防連忙架起封鎖線 禁止學生再進入這個區域 維修人員也馬上進駐搶修 破落的水管管線和地上的水 讓整個浴室空間凌亂不堪 幸好地震發生在下午1點01分 當時浴室內並沒有人 因此也沒有學生受傷 同學剛好可能在行走的時候 突然在地震的時候發現說 怎麼突然磁磚開始掉落 那基本上 目前是讓沒有人受傷 不過這起地震 仍造成北市和新北市的劇烈搖晃 滿大的 五大綠野社社伴魚池裡的魚 似乎要被地震晃出魚池外 我看 新北市不少高樓劇烈搖晃 導致電梯停擺 包括永河林口淡水 五谷鬥人受困電梯後得救 大部分的民眾脫困後都沒有大礙 另外包括板橋萬里 泰山新店 則有民眾被掉落的物品 砸傷送醫 但經過爆炸後也都沒有大礙 一場大地震震出 台灣師範大學的微樓設施 目前除了南儀社五樓浴室 禁止使用外 包括文學院教室外牆軍列 也有校舍天花板掉落管線外漏 校方已經加緊維修 也請同學目前先不要靠近危險區域 記者綜合報導